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整个人设大崩坏 好 这起事件到目前为止 有非常多的讨论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照片还有开始在更新 看到了三十几张 大家开始在问了 到底在哪里 后来甚至还有人追出来 你知道办键盘柯南 发现说地点甚至不在台湾 在日本 好了 到底为什么会拍这么多 有人说这么多年来 这样这段感情维持了这么多的时间 是真的晕船了吗 还有人说了 在摩天轮上面 当时韩总的这个爱情摩天轮 那个时候的金剧 现在是由赵天霖来帮忙实现 不过最让大家无法接受的是 今天上午赵天霖快闪的记者会 先来听听她说了什么 那我这个在今天要这个送我的孩子出门前 那我特别跟我太太跟三个孩子 大家围在一起 那我再次的跟他们说声很对不起 就是这几个新闻又再次的让他们 就是受到惊吓了 那我也很谢谢他们 就是在出门前就跟我说一声 爸爸加油 好出门前来特别跟我说一声 爸爸加油 大家想问的是 到底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你会讲说 你自己犯的错 你不会找你老婆来帮忙背书 但为什么要这样搬出小孩来呢 大家开始在讲这句话 很多人无法接受 同时两分钟的记者会 讲完话也没鞠躬 就直接走人了 为什么不给问 大家开始在说 疑点这么多啊 比如说大家想问 到底这个女生现在知道的是对岸人士 好 那她的背景是什么 她跟官方有没有关系 这是大家很想知道的嘛 毕竟您贵为立委身份特别啊 然后时间点 什么时候开始 什么时候结束 你老婆什么时候知道的 她呢 没有特别的提名 也没有特别的回应 因为就怕讲越多 破绽越多 网络上徐朝鑫也很酸啦 他就直接放了这张图 说哇 保洁哥的名言早知道我就加入民进党 甚至我看到PTT上面还有人 直接在讨论 说哇 现在台湾男生是怎样找小三 都没有关系了吗 到底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 也有人在问 比较阴谋论一点 照片是谁丢的 是不是因为现在赵天令在选举 要毁了他吗 但是啦 如果你仔细的去思考 这样的事情在民进党里头 真的会造成致命一击吗 原因是因为 这么多前车之鉴 带你来看到王必胜 那个时候被发现 疫情期间这么忙 还有办法呢 来维护这一段婚外的感情 后来呢 还升官发财了 更别说 陈志宗 多次被发现说呢 是连任竞选连任 市议员 通通都有选项 然后呢 过程当中也被发现 法院认证他去了摩帖 一样是高票当选 好像并没有太大的打击嘛 新北罗智政也看到啦 一样是罪证确凿被拍到了 但是妻子原谅之后 还是可以连任立委 所以大家就开始在问 在成岳出席的高雄市 这样的民意代表 发生这样的事情 真的会造成致命伤害吗 但有人讲了 今年可能不太一样 不一样在哪里 带您来分析了 来今年他们这个第六选区 不是蓝绿对决而已哦 因为过往蓝绿对决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赵天龄上一届 十二万八千多票 那现在跟他对决的是陈梅雅 九万二 可是今年 无意证没有出来 等于说呢 这一万二左右 又会灌到陈梅雅这边 那两边加起来的票数 哇 就差大概两万多票而已 再加上 今年绿营可能是分裂的状态 因为郭贝宏也就是前民事的董事长 台独运动人士也要出来选 一阵一阵 有没有可能胜率票 真的把它全部拉走 然后让他在今年选举的时候 出现变数 甚至有人说啦 他未来很有可能直接问顶高雄市长 会不会这样 市长梦也梦碎了 而同一时间也有很多人在讲 不是只有赵天龄啊 还有什么台南的王定宇 在爆出这个八千租房事件之后呢 现在是要面临竞选连任 上一任选得很漂亮 全台第一高票 但这一次会不会影响到选情 原因是最强里长 现在出来选 那他在市长的选举呢 已经有拿下12.12% 这样子的一个比例 所以大家就在问 有没有可能也分掉了王定宇的票 这一些大家开始在问 选举年消息特别多 在这个时候爆出这样的一个事件 他的回应很多人无法接受 来宾哥怎么样来看 原因是因为 一次丢出这么多张照片 他出来回应两分钟快闪 其实基本上他虽然说 不会叫他太太来去承担干嘛 可是他第一时间就告诉大家 我太太原谅我 然后记者会的时候讲说 我小孩出门前还跟我讲加油 那你还是拿小孩老婆出来挡 不就是这样的意思吗 那但是为什么 他要拿小孩老婆出来挡 理由很简单 因为现在通间已经除罪化了 所以除非他家人有意见 一般人我们外人对他也没有意见 其实对他来讲根本不重要 那当然选民的观感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这一次整个事件 最让我觉得奇怪的就是 我昨天晚上 其实这个照片刚出来的时候 我一直在看 看他是不是变照了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赵天霖看起来 不像这么蠢的样子 怎么会 你自己当政政我也当那么久了 这种照片 你怎么会 第一个你怎么会想跟人家拍 第二个 拍了怎么会让他流出来 我就觉得这个是匪夷所思 你知道 怎么会这么不小心是不是 对 正常 因为毕竟他不是政公嘛 你是偷情的嘛 更不要说他还有大陆的身份嘛 那正常的男人 如果以赵天霖民进党这种 抗中保台的属性 你知道他是大陆籍的你应该要避免跟他接触 理论上来讲是这样 好 就算爱到比较三次 爱到啊 那至少避免跟他拍照 甚至避免跟他在同一个场合出现 公开场合出现 结果是大摇大摆到处跑 全台湾走透透甚至要跑到日本去 然后甚至还在爱情摩天轮上 然后就去实现韩国瑜的证件 我都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 你知道怎么会去做这些事情 那好 现在这照片到底谁流出来 因为看起来照片只有两个人会有 一个赵天霖有 另外就是这个张小姐 那请问一下 是张小姐流出来了吗 不会是赵天霖自己流出来了 那张小姐流出来的目的是什么 是因为因爱生恨 还是因为什么其他的因素 目前都不知道 那当然在这个时间点流出来特别敏感 这时间点为什么敏感你知道 就是如果今天这个是假设 像绿营现在故意想要讲 是中共要对付赵天霖 如果你是中共 你会什么时候放这个架 我当然等他登记完之后再放 对不对 这是一定的嘛 你居然要弄他 就弄到让他根本完全没有办法招架 退也不是不退也不是 就是这样子 所以时间点应该是不会选在这个时候 而且才刚刚在10月18号 才打了一个论文的问题 你至少先等论文飞一下 因为有些手段不需要这么急的出手 那是谁这么急的出手 这看起来不太像是国民党打 因为国民党同样的理由 国民党也不会这么急的出这招 那是谁出的 如果照这样来看的话 比较希望是 有机会能够把赵天霖取而代之的人 比较容易干这种事 才会选在一个还有时间转还 也就是说赵天霖现在就算退了 民党还有其他人能够顶上 那看起来相对比较合理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再来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更奇怪的地方 过去王必胜也好 陈志忠也好 甚至我们王世间间阶割也好 出了类似的状况的时候 民党大部分人的反应是什么 这个事情就是他自己的事情 他自己处理 就是这样 大部分人就是这样 自己负责 可是这一次非常奇怪 赵天霖这个事件昨天晚上出现 到今天上午 已经一堆人就要退学 而且都绿营了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非常奇怪这件事 过去绿营不会这样反应的 可是这一次大家都这样反应 甚至包括我们风向大师 Coco姐立刻跳出来 说你这个其他也就算 你是我过去优秀的学生 可是你跟这个中国籍女子 在一起 这个是有危险 你要自己先停止职权 然后还要接受调查 我都不知道接受什么调查 那当然邱显志在打水棍上 直接去说你国安单位 是不是要来调查一下 这个赵天霖 那我觉得当然 虽然我认为有点小题大做 我不太相信这个女人是spy 但是因为民进党过去 对人的标准查一下也好 因为你们过去都是这样检验别人 所以应该这样检验你刚刚好 但是我就很奇怪的是 这一次民进党为什么会出现 这么离奇的反应 没有在全党呼吁人 或者至少大家 就是坐壁上官不讲话 你看王定宇 当年那件事闹那么大 请问一下他们有人讲什么吗 没有 到外面人都没讲话 那这一次赵天霖这个事情 为什么大家讲那么大声 为什么这么多人叫他退选 我觉得真正的猫腻恐怕就在里头 我还记得王定宇上一次 也有很多的媒体 其实版面没那么多 这一次其实蛮多报道的 那请教雨萱你怎么样来看 因为两分钟讲完就走 我们刚刚讲了 大家问题其实很多 想问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是就是担心 是说越多 破绽会越多吗 因为现在大家开始在做键盘柯南了 赵天霖现在维持的是 民进党优良的传统 他是按照过去前头来时入人的SOP SOP很简单 各位你去对比一下过去 你说罗智政也好 王定宇也好 基本上都一样的套路 如果有铁证的话怎么办 第一个先说这是以前发生的事情 再第二个说我老婆原谅我了 你说这个意外吗 你去看一下罗智政当年道歉记者会 完全一模一样 你说那他为什么要造这个SOP 罗智政有没有选上立委 陈志忠有没有选上立委 王定宇有没有去选上立委 所以显然 为什么现在所有的舆论跟压力 是在压着要赵天麟退选这一件事情 因为很有可能他认为 按照这个SOP反正我走下去 选到底 过了三个月之后时过境迁 到时候再拉着老婆小孩出来 在造势场合上跟大家道歉 搞不好我还是继续能够选得上 这是他的评估跟考量 你说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过去包括在民进党也好 在南部也好 总是会有一种奇怪的文化 就是那没关系 那立委 他疼他母亲母完隆他就好 他母亲母没意见就好 他对他母亲好就好 那以前的事 不能再说 跟他的算计不管 他就会这样讲 说跟他选举完全没关系 公归公私归私 哪一个男人不会犯这种错 绝对会用这种理由 在地方上去发笑 虽然显然他赌的策略 是这样的一个策略 但回过头来你讲到说 但这问题真的这么简单吗 我反问大家一件事情好了 今天不是赵天霖 今天换作是任何一个国民党 我再强调一次 国防外交的委员做了这件事情 请问会遭受到 什么样的礼遇跟待遇 保证第一件事情 通匪 通匪直接帽子就扣下来了 你不要说不可能 看看马文君什么也没做 就被扣成这个样子了 第一个通匪 再来要求停止他的立法院行使权 再来全面调查 他在国防外交委会任内 是不是有把相关的机密 泄漏给任何可疑的人事 因为赵天霖跟这个人 他持续的交往期间 恐怕不是五年 也不是六年 是七年 八年 九年 甚至到十年之久 现在整个期间是拉到这么长 而这段期间赵天霖担任的是 什么样的委员会 是国防外交 民进党如果再打 绝对请尽所能的 把这件事情 打成是两岸问题 打成是通匪问题 打成是人格毁灭的这样问题 而不会只拘泥在说 到底是感情上的婚外情这么简单 因为赵天霖的身份极为敏感 如果今天马文君 拿只手机晃来晃去 你说他就有泄密的疑虑 甚至根本没有直接的证据 那赵天霖跟一个大陆籍的人士 持续往来 这十年期间 会不会有意无意 连照片都拍了 泄露出国家的金币 或弹落到公事 如果今天换做是国民党立委 各位你想都不用想了 绝对把他扣爆 绝对帽子把他扣好扣满 对不对 更何况赵天霖 他的身份立场很特别 过去在2018年期间 大家知道他什么样的立委吗 他是属于民进党里面亲中的立委 所以宇轩真的假的 你不要跟我开玩笑说 什么物理上的情 不是啦 政治倾向 不是物理上 物理上可能也有啦 物理上也有 但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他曾经提议过说 要举办高雄跟深圳的双城论坛 而且这个时间点就在2018年 也就是跟这个女的初友期间 而且当年那时候 赵天霖上节目 上友台的节目 还不是亲绿的节目 主张说 因为当时两岸关系紧张 所以希望陆克能够多多意上来台 他只认为是高官不要来 但欢迎陆克来台 我懂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张小姐 就是其中一名陆克 当年就是以自由行的身份 来到台湾 而且当年为什么会被卡 你不是各位 你怎么看这个新闻 不觉得很怪吗 说需要有一个保证人 才有办法让张小姐来 还让自己的助理 一个大老板当作保证人 保证让这个张小姐 能够来到这个地方 为什么 因为蔡政府当年 就施行严格的陆克审查管制 甚至被人家批诶说 这查户口名部吗 开什么玩笑 用心良苦 懂了 赵天霖真的用心良苦 一切的两岸政策 一切的亲中 都是为了亲中 今天有人在讲 亲到底是形容词还是动词 大家有这样的讨论 但其实这一回 为什么赵天霖会引起这么多讨论 因为大家都说了 他很有可能下一次 是要算起床的人 要算高雄起床的人 报错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大家就讲会不会市长孟岁 第一个 第二个 今年的选举 因为出现了一个 台独的出来跟他一起选 深绿的跟他出来一起选 有可能会变 大家开始在想 这个时候报这件事情 有什么样的时间点关联 来请教金尔老师 我其实我昨天晚上 收到这个讯息的时候 一开始我觉得其实没什么 说真的 因为就像我们那个 王浩宇前议员说过的 民进党的标准非常的低 所以民进党这么多的性丑闻 从那个性骚以外 还有同居 通奸 性招待等等 其实我看了我也觉得 不声美举 我觉得这个原本 昨天晚上我觉得这个是还好 就笑一笑就算了 毕竟 这个赵天霖比起他 勇言会的那个老大 王浩宇来说算是相对比较谦虚的 各位 没错 像雨萱讲的的确大份的政治人物 有一个道歉的SOP 可是王浩宇那时候是最可怕的 王浩宇不但 他租房事件爆发之后 不但他没有道歉 他还嗆嗆 嗆记者说 你昨天有找你妈妈吗 然后后来还去告网友 就是告我 然后两个礼拜之后 王浩宇又爆发了 就是在服务处被喷漆 擦人漆的那个事件 王浩宇还是没有道歉 他觉得没有关系 我没有错就是没有错 但是相对起来 我本来觉得像赵天霖这次 至少看起来后来还道歉 比较低调 可是我们后来发现 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是 赵天霖身为 国防外交委员会的立法委员 这个对象竟然是一个中国大陆人 那我们有没有必要查清 首先你看所有赵天霖跟这个 大陆女生她们的拍照 不是赵天霖的自拍 就是这个大陆女生自拍 所以到底是谁泄露的 不可能是赵天霖 赵天霖怎么会泄露这个东西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八成就是这个女生来泄露的 如果是这个女生泄露的 那就非常非常值得商榷 因为一般来说 当这个当小三的女生 开始泄露她的照片 跟这个夫君非常亲密照片的时候 通常就是要求要跟什么 跟原配谈判 我要扶政 甚至要求金钱等等相关的东西 可是各位看 这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小三不是 他泄露出这些照片之后 没有这方面任何一般 第三者的要求 反而曝光之后 他到底要求什么 我们到现在都没有看到 坦白讲我觉得不太可能是 选举上的对手 比如说新潮流 因为新潮流如果真的要打击 他们同党党内内斗 要打击赵天林的话 用台湾女生就好了 而且台湾女生对 友联会很有效 大家看王军女都知道 而且不止一个 一个不够还可以两个 那为什么会有大陆女生 我觉得多少 这跟对岸搞不好跟中共方面 有一定程度的关系 我觉得赵天林委员 这个涉及国安不是你的私德 请你勇敢的站出来 说明清楚这个女生来历 必要的时候 配合检方还有调查局 侦办因为这事关国家安全 昨天晚上除了这一组照片 让很多人就惊到了 想说发生什么事情 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之外 同一时间一个晚上太热闹 等等要带您回来看 这三十几秒的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